哈喽,欢迎大家来到Sandy发发,我是Sandy 最近知道吗,武警爷爷又演了一部新剧 新剧是《你是我的答案》 故事的大主角叫白小璐 呃,河迪小璐是不是有点像,傻傻的分不清楚 故事的开头是在一个幽暗的KTV里发生的 白莎莎想要自己的稿费,结果居然走错了房间 一不小心,进入到了抓捕的现场 那个谁谁谁,她被那个谁谁谁给看上了 呵呵,一出场还挺惊艳的 因为直接劫持了她,当了人质 哈哈,这不是傻貌吗 你去个...KTV? 还能被人看上并劫持了 也真是服了你了 这时候 一般的剧情到了这里,大家应该都懂的 故事很老套 男主,好土鳖啊 土鳖,英雄就美 这桥段能不能来点新鲜呢 呵呵,要我改变的话 直接爆打一顿脱走脱走脱走 结肥也太不专业了 开车跑路都没跑掉 一下子还把自己给撞飞了 呵呵呵,打开车门 居然没有被吐吐吐,是自己吐血倒地挂了 呃,然后一个场景 警察作笔录很合理好不好 而我们的女组 白沙沙,居然像个专业的KTV小姐姐那样 哈,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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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表演 呃,不是说她的工作是编剧吗 这个脑洞是不是有点大 这个,此剧的这个编剧 是不是脑洞有点大 呃,做个笔录 表情浮夸,动作轻浮 一朝暴露,我去 你确定吗 她是编剧,不是KTV小姐 我不是你想的那种人 啊,你都要钱 没必要去KTV 我想问一下 那个劫持我的人在哪里 那你就去找她呀 呵呵 之后,白沙沙又卷入了一场案子 家里遭了贼后 在小区里叉叉叉 请注意此处 我们的女主白沙沙 呃,功夫还不错 动作利落 此处来点掌声啊 前一秒还在挣扎 后一秒就蹲下来 接着滑板 呵呵,打退了劫匪 呃,好啪啪呀 呃,我们的白沙沙干嘛了 又报警了 报警,报警,报警 白沙沙收到刀片 遭到恐吓 大概是全剧中演技最好的了 这是恐吓剑 一波未平 一波有起 再次 大家都懂了 报警,报警,报警 为了保证 女主白沙沙的生命安全 土鳖男主决定把女主带回警局 进行保护 结果我们的女主拒绝了 她还理所当然地表示 你是移民警察 不是应该上门保护我吗 你让我跟你会决定 这是几个意思 出了家里 反正我哪都不去 女主 呵呵从傻白天 傻傻 开启了智障模式 啊 救命啊 我被一个叫救援的警察 监控起来了 嗯 我要报案 报警 你干脆给120设置个VIP号码 什么鬼 有事没事就扫尔警察 报警报警报警 保护人民警察是 警察的责任吗 呃 但是你这种自以为的态度 也太过分了吧 最后逼着警察不断不专门 排除了一个45人的 24小时的守在 楼下 保护他了 很无聊好不好 女主想出门和朋友玩傻 男主为了保护他的安全 让他待在家里 女主就不爽了 觉得男主 呃 又病又病 大叔他是为了我的安全着想的 应该赶紧找到罪犯 但他 白莎莎 还不想在家里待了 结果跑出去 玩耍 还买了只军犬回来 结果 又报警了 才过了不到一天的时间 你以为抓凶手这么容易的吗 白莎莎 白莎莎 真的是白莎莎 被攻击了两次还敢出去玩 还不知道啪啪 果然是智障 智障 这句看到这里 真的是冷不下去了 白莎莎 你就一智障冷死啊 演技浮夸 表情浮夸 呃 和白教主 我们的白教主义的一瓶啊 你们呢 也可以去拜把讨论一下 什么叫做正常的演戏 不得不感叹一下 现在的女 现在的女演员 真的是太惨了 都是这种 蠢到不行的人剧 杀剧 智障人士 最让人激动的时刻来了 女主 满回了一只狗 结果有一天 她发现狗狗生病了 喂 警察叔叔 救命啊 就是突然晕倒了 然后上空下陷的 妈妈 不要你死 女主哭了半天 我也没有看到她的眼泪 结果男主 土别 却在保护白洒洒的工作中 病倒了 白洒洒 反正闸门后 冰狗烧得很厉害 呃 不是冰狗烧得很厉害 是发现男主烧得很厉害 结果决定用物理治疗的方式 呃 什么叫物理治疗的方式 就是进来 用了滚烫的毛巾 啪啦 雷人的音幕来了 放在了男主 烧得很厉害的额头上 滚烫的毛巾哦 呃 编剧我知道 肯定是为了达到喜剧的效果 白沙沙戴着瞪大的眼睛 我体会到了大背包的空 而她走出了惊艳的时候 这双无实的眼神 让我意识到了双倍的精髓 在她口吃东西的时候 我看到了无心深夜食堂的表情 呵呵 不要跟一个 傻白钱家智障讲道理 她会把你拉到同一个水平线 然后又吩咐的经验打败你 OK吗 这还是我们认识 演习过来 威音乐 简直离谱 自从吴景岩火了之后 已经是七连铺了 吴景岩的脸机也被质疑 到底问题出在哪里 走红纯属于外 吴景岩的演技 怎么就反而 呵呵后退了呢 热搜都是尬哭尬哭 没眼泪 因为导演需要的风格 傻白甜 智障人士 呃 当然 迪雷勒巴也演过 同样的傻白甜家 智障冷色的好吗 这么烂的剧 真是犯了大忌了 剧本有问题吗 绝对有 跟她有仇吧 演这么奇葩的女主人士 给谁都会浇黑啊 演员演得这么浮夸 导演就给过了 此剧真有毒 导演也是用心险恶啊 这真的是演技有问题吗 吴景岩演 这不行 你们选角的时候不知道呀 剧本烂到不着调不知道呀 用力做表情 让观众出戏 哭戏这个戏戏戏戏 真的是剑真功夫的 我 我 我想起来了 穷妖剧里面的大女主人 那哭得叫一个凄惨 梨花待遇 个个有绝活 美啊 惊艳啊 吴景岩的哭戏太假 没有眼泪 哦 让我们看看这空洞的眼神 和毫无干燃力的哭泣 妈妈不要你死 哈哈哈哈 调侃到这里 大家都图一乐吧 高高兴兴的 该干嘛干嘛去吧 斑鼹 detect 炭 shooting Outro 试 种 。 ина 脱 Because